今天我們來為沙律的皮褲拍照 這就是我今天的造型 我也是配搭粉紅、粉紫的顏色 就會比較適合我 可能我經常笑 比較可愛 我選了粉紅色皮褲 保養皮褲的秘訣就是 要捲皮褲 然後塞進衣櫃 這樣才可以保持紋 我很喜歡皮褲 我有儲皮褲的習慣 我會有深色 看到前積的皮褲也有 因為我真的覺得皮褲很滑 很配合所有的衣服 我很喜歡穿黑色、藍色 都是比較沉繩的系列 我很喜歡配合金色、銀色 比較歐美的衣服 這樣就可以點綴了 我選擇皮褲 我自己選擇皮褲 一定會穿皮褲 即是無論它是薄製 或是薄製 我都一定會選皮褲 就不會選擇 拉鏈的衣服 我也蠻喜歡穿紅色 紅色也蠻配合 因為顏色是顯白 平日我自己都會選擇 比較正式的皮褲 但今天會選擇一些有圖片 因為這件是暖版 其實香港天氣很潮濕 如果你放在衣櫃 放在旁邊 很容易會起髮毛 所以我會放防塑珠 令我濕度不太濃 因為我本身比較女性 會比較難 所以我就選擇一番紅色 而且這個番紅色很特別 它是有一點螢光 我覺得自己比較適合藍色 所以我就選擇藍色 而且比較重 所以我就選擇一番紅色 其實我喜歡在外套 配搭八折糖 或者沙裙的 黑色 或者金屬色 顏色 因為我覺得這樣穿起來 人會比較勝利 比較型格